大哥 对这三国的之争啊 您怎么看 那你说那魏蜀吾那三国那是老子了 是吧 现在新格局有新的三国 是吧 他这个三国呢就是你吾跟蜀不联合 必须让人家早就击破了 就让魏给击破了 那是人家实力大呀 所以俩人必须联合 对吧 你不联合能行吗 是 你看这个宋朝跟元朝之间这时候有一金国 是 有金国 金国一直打宋 宋结果呢 跟元联合把金灭了 把金灭了以后 跟着他就来灭宋 他要不灭了金 他也灭不了宋 是 那就是三国 对不对 他这一个道理 都是相互的牵制了 对 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应该是阴阳平衡 互相牵制 对吧 你有虫就有鸟 对吧 要不然你这个 没虫这鸟就饿死了 是啊 它是互相的 那如果他要在边境上一直说是挑逗的话 或者说两国要联盟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对那个国家有危险 那肯定的呀 他有些东西呀都是 咱比喻成北京过去的这些 咱们说叫混混现在 过去叫流氓 他是一个道理 你这流氓 他本来他打不过你 是 他认了一大哥 大哥说去找他去 这流氓到你边门口来天天晃悠 你打不打他 也确实是看着玩也挺慎动的 对吧 有时候你实力一大 你旁边还有街坊呢 对 你跟这街坊关系不错 是 得 那大哥就不敢出面了 哦 那小弟就白一顿做 白一顿就完了 那得大哥被小弟忽悠了 哎 小弟永远是小弟 就是麻仔 就是被人忽悠的 那您说那大哥呢 要被人忽悠小弟 那不是假仗义吗 哎 对 其实啊 小到一个咱们市民草民 大到一个国家 都是一个道理 哦 他都是这种事情嘛 都是 看是小 嗯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对 是吧 起因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说 一个用导弹用飞机 一个什么拿刀 一个拿棍子 这就这 他就这么个道理 是不是 对 你要是你家邻居你不理他 他今天磕一磕葱你不理他 明天磕一磕白菜你不理他 后天他把这垃圾就敢堆 给你们家门堵上 哦等于他得孙进尺 对 所以说有些 战争啊 什么也好啊 他是必须得打的 哦就是 迫不得已为人 那你肯定迫不得已 你不打不行啊 堵到咱家门口来了 咱们怎么办 是 你不是也得打吗 由大看小 由小看大 是 是 就全明白了 哦原理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别被什么这个 忽悠了 是吧 假装自己仗义 我热爱和平 我热爱和平 你热爱和平 别人热爱和平吗 没错 是吧 现在人家好多都是假公知 都好像自己特别热爱和平 全是假的 是不是啊 是的哥 嗯